菲律賓他最近則直接講了 他說在南海這邊 跟中國這裡 海上直接 是想尬船什麼意思 就是相撞的意思 震撼畫面現在也在網絡上面曝光了 來看看 這個是中非兩邊的海警船 菲律賓這邊的講法就是說 你看左右兩邊都是 大陸這邊的海警船 就直接對他水炮射擊 甚至還造成他們有四名 人員受傷 那這個畫面放到網絡上面 在X上面基本上現在都可以看得到 讓菲律賓這邊當局是非常非常生氣的 中非都有話要說 菲律賓這邊就講說 你怎麼可以這樣子直接射我水炮 造成我的人員受傷 中國這邊是怎麼講的 他說那就是因為你違反了 國際海上碰撞原則 他說你就是不專業 故意衝撞 所以才會直接 就對你正常執法了 他認為責任完全在非方 那菲律賓這邊講說是因為中方刻意阻擋 好 雙方各說各話 小馬可是說話了 菲律賓走投小馬可是說 如果我們在南海的主權被忽視的話 我們一定會對對岸來產生反擊 直接發動反擊 那現在這個當下其實是東協峰會正在談 菲律賓這邊場邊呼籲大陸 說拜託你們不要再騷擾我們了 希望大家能夠好來好去 當然他也開始在講 我們是不是能夠跟歐聯這邊有更多的談判 有更多的彈性 其實菲律賓現在在南海這個 東南亞這邊的國家當中 當然他算是大國之一 但是在這邊跟中國海警船彼此的對峙 常看到看看其他人 到底現在是什麼樣的一個態度 畢竟美中現在在南海這個區域上面 他們是意見非常不一樣 泰國現在則是這樣的一個做法 很多國家換了一個新的領袖 泰國這位新的總理 他先前其實就有開始提到他有一個陸橋計畫 叫做陸橋之夢 現在這個東西 他其實先前去達沃斯有提過 但好像比較少人來回應他 所以後來他轉向中國 跟亞投行這邊談一談之後 發現亞投行可能有興趣 所以也許他之後會引入中資 那當然大家就開始標題 你就很明確看到有人在問 哎呀你這個是舊經濟 還是引狼入市 其實泰國一直以來 跟中方這邊的關係是蠻好的 從這個月開始 他們就直接互相免簽了 那也發現了 因為中國遊客確實比較喜歡去泰國 因為Agoda最新的一個數據曝光 說最喜歡的東南亞國家 是泰國第一名 再來是誰 是越南 馬來西亞 新加坡跟印尼 其實講到了馬來西亞 最近他們講話也很直接 遇上了澳洲朋友來到這邊 他直接告訴你 我知道啦 你們美國澳洲對大陸有意見 我們都知道 但是你們不要強加我們 把你們的意見加在我們身上 我們基本上有我們自己的看法 我們希望跟中國保持友好關係 再來看看印尼新選出來的這一位 其實他現在也直接的講啦 他基本上是廷左柯威 任內當時跟中國經貿的往來 還有一帶一路的合作 相對的來說 跟中方這一邊 他還是希望能夠一起來 發展經濟共好的 所以在東協之中 目前看起來 好像除了越南之外 菲律賓之外 其他的國家 現在跟中方這邊關係 相對來說 還是希望務實為主 請教一下老師怎麼樣來看 因為剛剛看到那個 非中雙方海上的對峙 甚至海炮襲擊畫面 確實讓大家覺得 還滿緊張的 不是菲律賓的 不是你的 你跑過來搶 搶了以後製造事端 然後還說你不要阻擋我去搶 那就沒事 這個世界有這個道理 但是你看歐美的媒體 一定會站在菲律賓這邊 也不會站在我們台灣這邊 也不會站在大陸這邊 不要忘了 這個十一段線是1945年 我們就宣布了 而且當時是在美國的協助下 在歐洲的一些 跟我們是同樣夥伴的 戰勝國的協助下 我們把十一段線畫起來 把裡面的島嶼都命倒礁 所以那是我們的 可是你看今天歐美的媒體 會說這是我們的嗎 不會 他們是兩套標準 只要跟大陸有關 然後就站在攻擊大陸這邊 只要跟大陸無關 然後他們就 另外一個態度 這種雙標媒體 坦白說真的是不用太在乎 因為那些人已經有偏見了 跟他們講沒用 菲律賓現在的鬧是鬧得多可笑 中葉島很明白是我們的 我們國軍守 然後菲律賓跑來戰 當時講的意思是要打回來的 美國說你不准打 那結果現在中葉島 被菲律賓整個拿走了 把我們手中搶走 好 在1998年之前 菲律賓從來沒有進去過黃原島 這整個區域沒有 仁愛礁也沒有 就是因為美國去攻打 這個南斯拉夫的時候 用導彈去攻擊 這個中國大陸 駐南斯拉夫的大使館 中美之間在較量的時候 菲律賓有一天那艘破船 就進去了仁愛礁 就座談在那個地方 當時中國大陸跟他們協商 然後他們說我們會拖走 結果從此以後不拖走 就賴在那個地方 駐軍駐在那個地方 說仁愛礁是他們的 這個就是菲律賓 現在他又要進入黃原島 也是要玩同樣的把戲 那中國大陸不讓他進去玩 本來應該是我們中華民國 國軍要去擋的 但是民進黨政府 上權入國 把整個海域 整個島礁都拱手仗給別人 什麼東西都不管 也不聞不問 也不講話 什麼動作都不做 然後也不坑一聲 好像就變成這個整個海域 是中國大陸跟菲律賓的事情 然後好像變成站在菲律賓這邊 台灣這邊到今天為止 不講一句話 然後任由歐美的媒體 好像都站在菲律賓這邊 跟著菲律賓去拍照片 然後寫文章去攻擊中國大陸 到今天為止 我們沒有在捍衛我們的主權 一句話都沒有 這個可笑 所以我覺得目前來講 菲律賓在鬧事 背後一定有人在支持 菲律賓那個船是誰給的 您看到目前插撞的那個船 4001號是誰給的 是日本人給的 44米長 日本給多少 給10艘 我給你10艘叫你去鬧 2019年到2020年 再給你5艘 1000噸到2000噸的 那也就是說日本人 一直把船給菲律賓 叫菲律賓去跟中國大陸鬧 難道不也就是跟我們 中華民國鬧嗎 就這個道理 只是因為民進黨政府 上權入國的情形下 我們變成好像不是我們的事情 簡直是 奇怪了 真是 我們今天講廣告 廣告回來 我們繼續要來聊一聊 在南海這一邊產生的變化 我們剛剛講到在南海這一邊 中非現在又有最新的 一個對峙的畫面 甚至連水炮都用上了 菲律賓說太不合理 中方說那是你們自己過來 請教大師怎麼看 我想就是說衝突升級了 對 我想就是說 這個是不斷的 慢慢往上升級 以這個釣魚台的例子來講 中國大陸基本上是不會退讓 你知道就是說 以釣魚台水域來講 它比較接近中國大陸溫州 330海里 到琉球的納壩要500多海里 所以事實上中國大陸是 大概它一次就四艘海間船 一個巡迴就出去 就在那邊 它是 它的大陸在那邊是怎麼樣 是在寶江未土 因為基本上大陸主張 釣魚台就是中國的 所以這個地方 日本船什麼船進去 都算是侵入中國的海域 所以它對於接近的日本船隻 是驅離的 對 大陸就是說它是常態巡航 一年365天 基本上有350天都在那個地方 所以日本人 日本事實上沒有那個 因為那個地方比較接近台灣 那個釣魚台比較接近台灣 離日本事實上是比較遠 所以就是說就地理範圍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在那邊行星常態巡航 是比較方便的 它的後勤補給比日本要方便 所以就變成就是說 在這個釣魚台 事實上的話 常常就看中國大陸是怎麼樣 在驅離日本的船隻 現在同樣的 中國大陸是把這個 不管是仁愛礁還是黃岩島 它主張就是中國的領土 所以你菲律賓船隻進來 如果再多的話 再用強勢的話 中國一定用強勢的方式 中國大陸一定用強勢的方式 驅離的 打水炮 然後如果說菲律賓升高衝突的話 那中國大陸就是升高它的對抗 那大概不會退讓的 那甚至如果是軍艦的話 上一次已經出 大陸的這個是052D 7000噸的 已經出現在附近水域了 那以中國大陸來講的話 實際上黃岩島的補給是比較困難一點 那可是就是說仁愛礁的話 對中國大陸的話 旁邊就是美濟島 那5.5平方公里 那各種的船隻具備 所以菲律賓是佔弱勢 到底在這邊的情勢 最後會是怎麼樣的發展 我們先進行廣告 等等回來 要請預防委員幫我們總結 節目的最後我們要請預防委員幫我們總結 其實南海不是離我們太遙遠 我們有個太平島在哪裡 現在菲律賓所佔領的中葉島 剛剛岳謙講過 那是中華民國當時蔣仲正總統的時候 派了太平艦派了中葉艦去南海租島 把那些島嶺命名然後納入管理 那就是中葉島就中葉艦 那條艦去那個 我知道當時指揮官是林尊艦長去哪裡了 後來是大概民國71年 有颱風 我們把它撤到太平島 因為太平島比較大 對 結果颱風完了以後 菲律賓把它佔領了 對啊 然後就不還給我們了 所以我們是對不起祖先 當時附近這些很多島嶺都屬於我們的 但越南跟菲律賓過去的這些日子 都變得非常的強硬 他們都認為太平島他們要收回 越南收他的 菲律賓收是他的 中葉島也不還給我們 所以我們其實應該要強硬一點 立法院第一次立法委員 組團到太平島訪問是我 第二次也是我組團過去的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我後來要求要搬八門炮 122栋破擊炮 跟這個士林的機炮搬上去 加強防務 因為囂張到越南的 因為越南離我們不遠 他們有一個島在那裡 他們就傳小庭 進入我們的境限制水域 太平島接水域 對空鳴槍 很囂張的 所以其實蔣老師要是 李登輝他們那時候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就把陸戰隊從太平島撤回來 後來派了海巡署去那裡 到馬英九的時候沒有辦法 就命令那些海巡署人員 要到太平島的 全部到陸戰隊去接受 好像是三個禮拜 還是多少個禮拜的訓練 接著才讓他們到太平島去 所以說這是個遙遠的地方 丟掉祖先給我們財產 是最丟臉的事情了 所以現在老共跟菲律賓他們 在鬥爭在越南在那邊鬥爭 講老實話 我們也不必去幫誰 你幫越南講話有道理嗎 你幫菲律賓講話有道理嗎 菲律賓先把中越島 還給中華民國再說 就是這樣 然後我們要加強經營 因為那地方礦產很多 而且也是個戰略的一個要道 不要認為離我們很遠 我們就可以不管 其實也沒有多遠 做這個運輸機過去 大概是差不多三四個小時也到了 所以也沒那麼遠 所以這個時間基本上 就是在中非雙方 如果說在這邊 南海情勢持續升溫的話 大家要看的就是 到底最後美國這邊 會不會又來插手了 因為先講他不是 我不是要來看 你看 說 你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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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